今天是七度 什么事 干妈玩 我去一下健身房 你这周今天去练是吧 好 那我回来 我做一个 干妈 干妈 他想跳上来 不能给他土豆 土豆不能吃的生的 不行 不要给他闻 我回来再告诉你 我做什么 你先去吧 你从车库走啊 是不是爹地回来了 爹地我回来了 怎样 你现在是穿衣显瘦脱衣有肉 也没肉 海比 在家有没乖 有没乖 不服啊 你不服啊 现在终于开始搞土豆了 我做一个 今天你辛苦 犒劳你一下 迎合你的那个 你猜到了什么呢 Fish and chips 大菜呀 昨天我们不是买了那个黑鱼吗 抱着我干嘛 啊 妹妹 昨天买了那黑鱼海鱼做这个最好了 我买不到好的鱼粒 有的时候Costco的那种 冰鲜的我不觉得好 你知道吧 自己炸就是油有保障 对吧 嗯 就用一次 这是英国国菜呀 呵呵呵呵呵 土豆皮千万别被狗狗吃了 它不能吃 这个皮专门放好来养蚯蚓 嗯 诶 我们以前有那个机器都跑没了哈 呵呵呵 好久不用了就没了 那一推就是一根一根的 然后做 对对对 压下来 然后我们小一点 压下来 压一下 压十分钟 只泡了六七分钟就 就收水了 收很多水 让它洗掉一点 压下 放了很多盐 现在它咸度就有 会咸吗 会 呵呵呵 然后把它焯水焯一下 就是要让它失去一些水分 炸的时候不会很难炸 其实炸薯条就是里面水太大 你知道吧 土豆啊 哦 你先用水炸一下 呵呵呵呵呵 再煮一下 我刚才用了很多盐 大概放了一 有没有 一大匙的盐进去 盐三个土豆 那一罐子都被你倒掉了 没有 一大匙还难得 淀粉要酥脆 就是要 这也不能煮太烂吧 对 你 你都会抢达了 太烂一炸就 我不是抢达 我再问你问题 呵呵 不能太烂 就是稍微的 有点僵透味透的就行 就是让它的质感更松软一点 然后炸的容易就容易蓬松 如果你硬硬的这种 深的这种质感放进去 它就炸硬了 因为它就是关排它的水了 你就让它本身要松起来 过滤掉一些水 现在你可以拿一个小条的 应该熟了 尝一下有没有咸度 有咸度 它还是脆脆的 这个咸度刚好 这个不能吃 没有熟透 旁边的小的可以 这咸度刚好 这样子就容易把水汽给弄掉了 把水分滴干净 把这个热气给它飘走好 这些拿去晒一下就可以了吗 有太阳吗 你把太阳叫出来 太阳最近休假 那个冰箱去冷冻 让我炸出来的薯条可好吃了 嘀嘀咕咕的说啥呢 我一说好吃的小的就过来了 小的要给它什么事给支开一下 现在厅里人家洒下去 对呀 这快多了 这可以多做好几盆 乱讲 一样要摆好 妹妹不难吃 有咸盐 小的小的不能吃 有咸盐 为什么北方人叫盐 叫有咸盐 我一说挺爱听他们说 这样的 就是那个翻盐 主要是翻盐 经常听不懂 不会 我以前在大热里面 那个各地的人都有 我记得最会做面食的是那个师长 那个师长那个太太是山西人 哇 天啊 后来他们部队转移的时候 他女儿寄在我们家吃午饭 因为他想把小学练完嘛 然后他们部队已经转移了 然后他寄在我们家吃午饭 记得我爸炒菜饭鱼露 他根本就没法吃 吃不来的人觉得鱼露是臭的 对对 南北方当年 现在交流多了 他那个福州的鱼露跟 我们现在买的还是有些不一样 鱼露更臭 那个叫哈油 虾油 哈油 对 那个 现在交流多了 当年的南北方这个饮食差异太大了 有时候就不能接受 没有位置 分出一些面粉来 做炸鱼的那个 但是有一个秘籍 必须把它放冰箱 让它是凉的 太多了 太多还往里面摇 算了 因为我把那个苏打水要用掉 现在 给它冻起来 就面粉干冻啊 对 它就是要让它温度很低 包括你的苏打水现在也在冰箱里面 对吧 就温度要很低 然后我先给它冻起来 待会 待会操作就好 要炸的时候再来调糊 不能提前调 没地方放了 没地方放 冰箱都是你的东西啊 已经满了 那个也可以放上面 放上面就是 要时间长一点才能凉嘛 我就为了快一点 我就给它挤冻起来 喜欢看这节目吧 好看 我觉得这是陈晓芯比第一次那个 那个叫舌尖上的中国拍的更好 更接地址 真的 我觉得特别生火化 更能感动人 就能打动你 开始 请进 由植物中一点一点品味中 喀什是这个系列里面唯一的一个我第一次去的地方 美食也可以这么文艺 美食可以做得相当的文艺 我觉得这是一个评价卡的基础 它是一个门槛 和文琪老师说 美食是学界上的应用 我到那个房间 今天这10度了 我出去到那边炸 在我们的亭子里炸鱼一次 为了炸鱼也是不惜成本的 昨天在公共市场买的野生黑鱼啊 我把它弄出来给你炸 就是不是鱼柳 这样好吃吗 要不要这么大块 短一点 小一点好吧 咱们准备一点面粉 待会儿粘这个鱼 来 薯条拿过来 我试一下有的有素粉 有一下素粉 下锅的时候不会吃 放下去滋滋的就行了 这个有蓬松的感觉 有这个粉 它这一把下去的时候不会炸到你手 一会儿才会上来 这个 这个抓一把粉 干下去的时候不会溅油 但是一会儿它炸的时候一定要遮一下 那个水分很多 要把水分炸没了 然后就可以了 就后面就好炸了 哇 这个好 这还有一点蓬松 看不 这不错 好 我们给它复炸一下 就定型了 不然它会软 好 老乔我终于给你Fish and Chips了 我觉得达到了大肠的水平 对 好 剩薯条好了 冰面粉 葱 冰箱你拿出来的面粉 面粉你不能吃 好 先调一些味道 还是要来一点泡打粉 泡打粉要一小匙 然后盐要一小匙 浇一小匙 盐浇粉一小匙 好 把它们 这一定是冰的才行 好 搅匀以后 咱们有气泡水对吧 嗯 啤酒应该也可以 对 它原理是一样的 但是啤酒不是一个是贵 第二个你不是要喝酒 而且我用的量比较多 是吧 咱们就用气泡水是最好 满街都可以买得到气泡水 必须从冰箱拿出来 炸的时候再加 现在我们马上去 好吧 那一罐气泡水在哪里 甚至姐姐他们回来的 这个18个人挖了就行了 任何的有18个人挖了都可以 有的是有味道的 啤酒也属于这种气泡的一类 一样的 比例是水多还粉多啊 水是这里粉的两倍 就比如说粉我们如果是100克的话 这个水就是200克 所以我刚才是175克 这个是355克刚好 它是一个比较稀的状态 在鱼里撒点盐 捂一下盐 裹一下 粉里面裹一下 这个姜是这样的 这样稀稀的 这个姜 第一个进去 第一个进去 浮上来 这个泡泡还是很大的 170摄氏度 我们把这个鱼 跳 这个要保持 中高火炸到金黄都行 看一下 这两个 哇 火一下 这个鱼大块稍微 这样里面的鱼肉会炸得熟 那绝对的 你只要炸到金黄它就熟了 因为鱼肉尤其是这种新鲜的海鱼 特别容易熟 看老乔 这个你有食欲吧 今天 有有有 大会要配啤酒吃 没有啤酒 那就配红酒 今天飞红酒 很贵的哦 裹一层粉以后再来 而且是冰的才贵 自己用的油很干净 一次就好了 盖起来放冰箱 下次用 来咯 还是拿进来吃吧 外面比较冷 我再来一点 最简单的酱 蛋黄酱 妹你不能 一点湿辣菜 柠檬 吃生菜啊 叶子水 怎么样 现在我来给你看一下这个鱼好不好 可以吃了 这像店里买的吧 我给你讲你看到现在 薯条是会回软的 但是出锅的时候撒一点盐会好一点 我又不想放那么多盐 你觉得这麦香比店里还好 这个不回软 你看 听到没有 看 这鱼还是好吃的嘛 一嫩一嫩的里面 酥吧 酥 妹妹在底下干很多脚了 用这个蘸一下 好 妹妹你不能切 脆啊 修过的 这个鱼的口感非常好 是呀 他这个鱼要这么做才好吃 有一两根残骨头 所以你要拿 让我尝一下这个 哇这下老乔有的吃了 今天又开直播了 不是 你不用去外 这个肯定好 这是杜鞭的 哇 哇 现在不要太烫吃 这是第一块炸出来会凉一点 我这个酱酱调的也很好吃了 这个酱的味道跟着很配 很搭配哈 嗯 这薯条今天也不错了 很好吃 嗯 只是就是它会回软 这样不上火啊 嗯 这跟外面比 只有超过它 没有不到它的 技术指标全部达到了 但是我们的优势在于 就是油好 哈 这个鱼也好啊 对鱼也好 这鱼是黑鱼 黑鱼就这样做是最好吃的